製造者 所以我們主要的辦公室 他每天都在修正 每天都在進行的時候 國親他也在華盛頓提示茂街 主席的代表處 袁建森就在那裡 他的主席代表處 他不知道我們創空創多少 不過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不是要跟他們做那些骯髒的事情 我們真的是做很正面的 來宣揚民進黨的政策 所以昨天去訪問的時候 去國會 發派也在我們盜撒家 organize 一個 reception 差不多要30個綜藝人參議員來參加 他們都是愛台灣 支持台灣 因為台灣關係法 今年又是台灣關係法35週年 所以今年美國的國會也有很多新的做法 我同過的新的國立文 重申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跟發派有建立 做很親很親的夥伴關係 這也是A-Works 在那裡有Reception的講話 他當然說 這也是在用古年人去華府的時期 他去很多美國的官網 也在地口用英文 然後不要演講 他主要就是 美國人查的很簡單的Message 第一就是 民進黨知道他的界線 不然是要重新執政 而且還要跟國際小的公民說 下一次民進黨回來 民進黨是非常非常有負責任的 第二是Reconciliation 和解 民進黨不是說 要爭取國內的和解 還有兩岸的和解 其他的在評論 就是說 這幾年都覺得說 美國人因為中央起來 美國人國立有點衰退 好像美國慢慢開始跟中國靠近 越來越不理台灣了 所以這幾年很多的信仰 包括最近都有人說 美國是不是要say goodbye去台灣 美國是不是要放棄台灣 這種的信仰 一直在什麼時候都不出來 我們很煩惱 所以我們也要求說 美國對台灣政策也要再平衡 所以這是三個R 所以你的角度說 醫藥的運動 對美國的一些訊息 都是即時的 很清楚的 很一定的 沒有無盡 no surprise 這是首主席的 這五年六月在Bluppins 用英文發表演講 這是在國會 前任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在那裡 他自政一個美國國籍 第二就是東北 我剛才說 日本很多變化 香港很多變化 我們的目標是強化民主的關係 因為都還有一些紛爭 我們都希望透過民主國家 美國台灣 香港 日本 這是民主的國家 大家靠五一小進 我們不可能跟中國跟別人說 我們整個整個紛爭 所以 我們大概有說 首主席也算贏 以為我們打團隊戰 差不多一回以為 我們去日本 拜會他的國會 我跟他們現在的在亞黨 以前的基進黨 民主黨 我也是跟他們無疾病 因為 我們也是日本 也是在亞黨 所以我們也要跟他維持 很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差不多 三四五月就去日本一次 我們都準備搶政前 譬如說我們這禮拜 一禮拜就在當中 我們就去照我們的國會進行 我有感覺 這麼有的報告 對民進黨有改變 以前民進黨去美国 去日本 都是單的 請問 您跟中央委會要怎麼改變關係 你們 還是 不就是民進黨去美国 去日本 就是美國民黨 你聽說 每次來都會 美國民黨 你們要做什麼 這幾次我們去 我都炒 照我們的進行 很詳細的政策 中國進行 我們的貿易政策 我們的國防政策 我們的反媒體的斗斷的政策 美國人就做成這樣 這因為你們是有備而來 他們就很認真跟你們的回答 這是一本 現在 這一個 主民黨的幹事長 有相同意他們的秘書長 石破帽 石破帽是安倍首相 最重要的左右手 他在日本的那個 重量級 那個份量是 很重要 我們這次去 東京也沒有 國外去 我也在 十一歲的時候 我也去自民黨 跟他們 現在美國 日本跟美國 在談判的TPP 跨太平洋的經貿 夥伴協議 台灣也要參加 明知我們也支持台灣 台灣也要參加 所以我們在準備 我們在學習說 日本人是怎麼跟 美國的民國學 很重要 他也有 給我們很多博物 所以我們跟韓國也是 韓國 總統打算 我們就派官選 不僅會 就完蛋了 我們也要 差不多半年去一回 以前韓國 我們覺得 跟台灣都沒有什麼關係 實在真的是 我們感覺 台灣跟韓國關係都拖很久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們會說 他們不知道 民進黨現在是誰的錢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韓國 不重視台灣 或是韓國現在 他覺得他經濟實力 早就把亞洲思想 我們都甩到後面 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也是 他們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包括他們的FTA 他們的自由貿易協議 已經簽了12個 包括最低到Kanata 所以他說韓國人 現在要參加那個TPP的團團 他很有信心 因為他過去 10年已經簽了 差不多11-11的FTA 包括7的現在TPP會 所以他很有處心 當然阿姨要說 經貿外交 我們去泰國 這是曼谷 台書 還有政德桃子 我們在STARBUCKS 所有全世界STARBUCKS的馬克杯 都是政德桃子 做的 你看那個 背後 那個 背後 其實他是台商做的 全世界STARBUCKS的馬克杯 都是在這裡做的 一年不能賺幾個美金 我會讓他參觀 這是富士兵 一個漁產公司 也是一樣 差不多 有漁產公司的漁產公司 都在這裡做的 所以我們的台商 在漁產公司 做得很好 他也很希望台灣的經費 比較重視 民進黨 在漁產公司 也有一個黨部 就是東南亞黨部 他現在 所主席也是第一 現任的主席 去漁產公司 去漁產公司 去幫他教育 去漁產公司 去漁產公司 我現在說 綠能產業 替代能源 怎麼樣把它轉化成來 我們國內在推動 反核式的運動 這是我去的鐵谷 南部黑森林 一個小鎮 你如果有機會去漁產公司 現在去南部的黑森林 你覺得都不一樣 山還是很漂亮 房子還是造型很漂亮 怎麼突然發現 那個屋頂 都是太陽能板 鐵谷 那個山下 那個是造的時間 還沒有台灣長 可是人家全部 這個小鎮的特別是 他二十年前 有一個家庭主婦 他有五個小孩 因為車諾比 蘇聯那個車諾比的核子暴漲 他感受到說 核電很可怕 他那時候就開始 成立一個藝人公司 他跟他老公 藝人公司 推動廢除核能發電 廢除核電廠 你一定要 他現在 他的公司已經有兩百個員工 這個小鎮的那個 那個核能板 全部都給他提供 他拿 他拿這樣 他還帶動整個德國的 廢除 廢除核電的 核電廠的這樣的運動 包括現在的 德國的手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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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日本的福島之後 他宣布 這個 所以讓這個 德國小鎮 一氣之間成名 不過他們突然成名 那些 都在二十年 很清楚 民進黨在台灣 推動廢荷家園 也推動二十幾年一樣 當萬木板是什麼 這棟建築有什麼特別 大家看起來 沒什麼特別啊 它是全世界第一棟 越快 它是越快 它的外面 外牆 全部太陽木板 當然 我們印象中 太陽木板都是放在屋頂斜斜的放毛 這樣太陽比較好照到 它是全世界第一棟榜標 建築的材料 包括外牆 都是用太陽木板 那是當萬 他們的當萬 這種進步 進步到非常非常進步的 他們的風力發電 我們的風力發電都覺得 應該設在沿岸 如果沿岸有一個問題 會有噪音 台灣的同樣 所以那個大的風扇 放的地方 那個音頻 它不是全部放下去 所以當萬 它現在已經發展到 放到海上去 就盡量 不要放在陸地上 陸陸地上會蓋到 台灣也可以學習 這次一行 也是 首主席還有我們 五台三個月 安排的首主席 給歐洲 比利時 這是歐洲議員和高的議員 我昨天也是在倫敦的 大選 亞非選 華報演講 他們都對民進黨 重新執政 抱的很大的期待 當然也希望民進黨 如果真的重新回來 一方面可以取代 這個無能的馬 馬政府 一方面民進黨 可以讓國際社會更放心 不會讓你說 你重新執政的時候 會 不確定 民主人權 一定是民進黨 一件事 也是推動的 我剛才說 我們幾次演變 柬埔寨 非洲 拉丁美洲 東歐 現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國家 他沒有民主 烏克蘭 你說烏克蘭有公投 他不說 他在總統是貪污的 他是不會有俄羅斯在支持的 所以烏克蘭現在出現這個狀況 克里米亞跟他公投 因為他背後是俄羅斯在支持 所以克里米亞人 透過這個 其實是形式上的公投 來完成俄羅斯對他的不同的管控 比如說 歐盟 歐盟當然很擔心 有這兩個人在說 台灣會不會下一個克里米亞 還是下一個烏克蘭 這個問題 我跟他有講解 你最近一直得問 我就跟他提兩點 台灣跟克里米亞不太一樣 第一 克里米亞多數人是贊成 他被俄羅斯 被俄羅斯病 台灣現在朝會背下的民意 都是我們不要跟中國統一 所以我對台灣的民意是有信心 第一 如果真的俄羅斯要用軍事手段 並吞烏克蘭或是克里米亞 當然美國很緊張 歐盟也很緊張 不過邊長莫及 我就派軍隊去 派軍隊去給他阻止 可是如果台灣 如果說中國用武力 要進攻台灣 美國有台灣關係法 他其實是要介入的 日本當然不會到介入 不過日本跟美國有安全同盟 說台灣海峽有事情 也影響到日本 所以我覺得中國 主動挑釁 對台灣用武力 美國跟日本 介入的程度會比較強一點點 當然看台灣 台灣也有足夠的國防能力 最多要撞到一個禮拜 給日本跟美國 來救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可是我們也擔心 現在國民都今晚的 非常向中傾斜 台灣很快就會變很像 烏克蘭跟克里米亞 到時候他們要一個公投統一 民進黨 他也說這個程序很民主啊 你不是公投嗎 民進黨不是一直要公投嗎 那我們公投要跟中國統一 到時候他把他推到說 好像跟中國統一的時候 我們就來不成 這是我們現在擔心的地方 所以這是首主席的創 還是我們 參加這個亞洲的自由聯盟 我們是創始的會員黨 20年 20年他們 讓民進黨一個紀念腳牌 表揚我們的貢獻 另外一個國際 還有一個國際的自由聯盟 就是全世界超過150個自由的政黨 奉行自由主義的政黨 他們行程 民進黨也參加十幾年 參加這個政黨組織 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 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們就幫我們暫時 比如說 去年 我們發生那個 特程組非法監聽我們的國會 我去參加那個 國際自由聯盟會 我去解決議會 他們無意義通過 我跟他們說 台灣的馬政府 非法濫聽 包括那個特程組 那個誰 華社 華社 雜馬給我看 他支持 表示說 這個非法濫聽 在台灣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這個 國民黨是 威權政黨 所以我在那邊提那個決議文的時候 無意義通過 我把它 傳回來台灣 做成很大的新聞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獲得國際支持的時候 最重要的時候 柬埔寨 他去年 出過這麼選舉 他在那裡 差點 當然 他這次黨 這次黨也是威權政黨 他是作品 買票 所以我們也去給他們支持說 我們贊成說 我們提供給他們一些選舉改革的建議 看看 倒茶港 氣候變遷 這個 冬天越來越遠 夏天越來越遠 這是全世界的問題